小伙子 我来 再来 再来 小带我 你叫她 你叫她 你叫我来 开玩啊 我来 开玩啊 带着你去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是受害者 你们谁都没有错 小点 你还能像以前那样对待你的周姐姐吗 对 我们都没有错 周姐姐也没有错 错的事前也正信 快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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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在战火中变成孤儿的孩子 一次跟你见面以后 我本来想离开上海去内地生活 可谁知路上遇到日本飞机轰炸 我眼看着一个孩子 在我面前失去了父母 看得很可怜 我就收留了他 谁知道一路上 经见到这么多因为战争变成孤儿的孩子 所幸我就在这儿开了家孤儿院 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没想到你很有爱心 我不该这么说的 没关系 反正在世人的眼中 日本间谍加上汉奸的女儿 本来就是不是什么好东西 其实我的身世跟你一样 我的父亲也是 怎么 你早就知道 那 钱也正信也早就知道 你的天哪 能不能生了 你自己遇过吗 那很可怜 你不认为不知的 你不认为更好 我不认为更好 你不认为更好 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我没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 范晓晓手中的情报在哪儿 你的意思是在我手里了 除了你 还能有谁呢 这不正是你杀他的理由 这份情报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非常重要 但是对于我 那是一前不止 既然你看不上 那你就把他施舍给我吧 我要是不愿意呢 我们可是有协议的 你不会翻脸不认账了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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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知道你會有反悔的那一天 我也可以要你的命 這麼說我要是不把情報交給你 我今天就很難活著從這兒走了 是嗎 您說呢 好 動手吧 既然你要死 也由不得我呢 殺了他 就這麼幾個人 好 是一個一個來還是一起上 看什麼呢 一起上 公小姐 還有別的什麼吩咐 公小姐 你 龚小姐 女人当中 你的功夫算是不错了 但是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是 我是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 你 不是 dw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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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看来 他们是早有构结啊 将军 现在 本土证据发生巨变 有传闻说 您将调离上海 你也听说了啊 你也听说 冯昕 只要我再上海一天 周正雅他们 就会死无全尸 他现在来了 这是谁来的 爽爽爽 又来一个 有一个美女 又一个美女 是不是深夜寂寞 下来找我们乐一乐 小安子 怎么了 走啦 女三 不要伤我们 我们也是被逼的 冤有头 债有主 待会儿记者过来问你 您就说 杀日本民主 周正雅事业 卖爆了 上海出现神秘女侠 转杀日本人 女侠自称周正雅 卖爆了 拿一份 好的 卖爆的 给我一份 好的 给 谢谢 卖爆了卖爆了 卖爆了卖爆纸了 太放肆了 太放肆了 我还没有找他 他们竟敢来向我们调戏 将军 周正雅是不是疯了 哪有杀了人 还自保家门的 他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我不管他是疯了 还是什么呢 我县里七天 必须把他给我抓斗 否则 你就欠负吧 将军 你的时间不多了 去吧 是 嗯 周姐姐到底想干什么呀 不知道 他是不会随便杀几 日本人来泄愤的 那他这么做 到底有什么目的呀 先生 您的茶 日本上海岭市山口被杀 这么大的新闻 都被人抢去了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我问你 像这样大的新闻 你有吗 帮助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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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一位 这就是这一位 就在一位置上 就在一位置上 我们就在一位置上 我去摆了 出座 什么事 您的鼻子 好像要一点点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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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漂亮 你有什么对策 找到她并干掉她不难 但是我现在还不想这么做 为什么 声誉被毁不要紧 我本来就不看重这些 但是您知道 谁把声誉看得比什么都重 你说的是前野家 我保证 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假新闻 放心 我马上下令查封报馆消除影响 什么 连国内的独卖新闻都转载了 如果是这样 我主动引救辞职 我们要见将军 怎么到这里 我们要见将军啊 真是怎么回事啊 外面什么人这么吵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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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开门好不好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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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将军 对于神秘女侠专杀日本人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将军 死了那么多日本人 对不起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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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请开门 将军 外面都是什么人 都是各大媒体的记者 他们要求将军 对周正雅连载的新闻 做出回应 混蛋 把他们对我赶出去 这是日本宪兵司令部 他们中国人有什么权利到这儿来 对不起 将军 他们都是日本记者 对不起 不错 主编 这是第六级 嗯 不过 就是这标题不够爆炸力 应该是 就对不起 不管了 我 没想军 你 我不想军 如果 就是 习近 没有 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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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女侠 见个面不至于这样吧 我半条命都没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的东西 一个字都不能改 你 你这么快就知道了 自己看吧 印刷厂都印出来了 真不愧是女侠 神出鬼没的 少废话 回去给我改成原样 不然 我就把这独家消息 你死定了 我爸已经不知道 我本来就祝你 就祝你 我什么事 想起来 我 这一段话 你们是 我 很快 我 我 需要 我 但我也是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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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還想要殺千叶正信嗎 想 就是我一想到 要是殺了她的話 周姐姐會傷心 我就又不怎么 想杀他了 小鼎 你真的是太善良了 要是周姐姐 能听到你这番话 肯定会特别高兴的 我也想通了 钱也正行 多心不易 老天爷一定会收拾他的 但如果是我动手杀了他 一旦失去 两个武家 去把周姐姐找回来吧 告诉他 我不怪他了 然后咱们一起离开上海 去一个没有纷争 没有炸火的地方 开开心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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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正眼啊 肖顶 肖顶 快起来 走 晓婷 政�衍 政衍 你要跑 我不来你 你就听我说几句话好吗 小店 昨天把你的几件衣服给洗了 等干了以后 他还仔仔细细地把他们给叠好 我问他 你不怪正雅了吗 你不想杀秦也正信了吗 他说 如果杀了秦也正信 而失去了周姐姐 他宁愿不报这个仇 你听到了吗 回来吧 正雅 忘掉仇恨 忘掉这些恩怨 我们几个姐妹一起离开上海 到一个没有战火 没有硝烟的地方 重新生活 好吗 小点 真的可以原谅我 我怎么会骗你呢 昨天小点说了 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想要开一个包子铺 他连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雅典娜包子铺 雅典娜 名字还挺洋气的 可惜是个包子铺 亏得想得出来 是啊 我也跟他说了 他就是不听 他非要开包子铺 正雅 回来吧 小点就在家等着你呢 让一道 让一道 告诉小点 我永远爱他 正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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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明天我就粉末登场了 你到底是谁 你们想干什么 你在稿子上不是写了吗 总统上海特派人 跟日本人勾结的 投向盘代表 楼战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们也会伤了我 你说也是死 不说也是死 你说了我给你个痛快 你不说 我叫你生不如死 人生自顾谁无死 留去担心赵汉清 不愧是刷笔杆子的 都快死了 还来一句诗 电话是找你的吧 不是 不是 那我可接了 喂 你是谁 雅儿 义父怪想你的 苗天葵 你怎么在 义父一直在找你 但是 有没你的音讯 所以 只好来求教你的编辑先生了 请你放过他 他跟我们的人缘毫无关系 是吗 那就要看你的了 好吧 你们等着我 我过来见你 好 义父等着你 他马上就到 请你给我 这么多年了 我以为你的功夫早落下了 雅儿 怎么还蒙着脸 这里没外人 是 你是我的义父 这位卢先生 论辈父来说 也是我的长辈 周政雅 你胆子不小啊 明知山幽虎 你是来送死的吧 废话少说 既然我人都已经来了 还不快把这个编辑放 你是天真哪 还是白痴啊 早料的你们会这样 说吧 想要什么 把保险箱的钥匙交出来 就说 好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